小朋友,和多多一起画一只漂亮的鸽子吧 我们先用弧线画出鸽子的脑袋和身体 再用圆圆的波浪线画出它的尾巴 然后画出尖尖的嘴巴,还有它的小眼睛 接下来,用长长的折线和弧线画出它长满羽毛的翅膀 用同样的方法,我们来画另一边的翅膀 最后,用弧线画出它嘴里的橄榄枝 加上一些小细节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我们先用黄色,为鸽子的嘴巴上色 然后再用明亮的绿色,为橄榄枝上色 哇哦,一只象征和平的鸽子画好了 小朋友,你学会了吗? 后面有详细的步骤图 你可以跟着多多再练习一遍哦 下一期视频中,多多会和你一起画一只小巧可爱的松鼠 小朋友,我们不见不散哦 没有详细的步骤图